这江湖上有着两把名剑,一把名叫韩兴,乃是由江湖上最著名的铸剑大师,被天下第一剑客花千束所造,是收山之剑,另一把叫做奇物,是花千束偶然寻的。 造韩兴剑的铸剑大师说,奇物剑为大凶之物,花千束迟早会死在这把剑上,便劝述花千束将此剑丢弃,不过花千束并没有听取异剑,而是将奇物剑收藏了起来。 故事要从一个年轻剑客李默然说起,他是名剑客古柳的弟子,为了试试自己学剑十年的成果,便想出山,要找花千束鄙视剑法。 李默然从江湖白小生得知花千束的隐居地后,便赶往此地,但并没有找到花千束,反而与在此地等候花千束十二年已经入魔的剑客鄙视了一番,还取了他的手机。 循花千束为国,李默然决定前往白石镇老家。 在客栈借宿的晚上,李默然遇到了被江湖人士追杀的女子,后来得知她叫小石头。 在帮小石头赶跑追杀之人后,得知两人目的地一致,他们决定一同前往。 两人来到白石镇,李默然见到了昔日的青梅竹马颜小雨,可此时的颜小雨已经嫁为人妻。 李默然心里放不下,趁着夜色偷惠了颜小雨。 颜小雨亦是如此,虽然已经嫁为人妻,但她心里对李默然还是有情愫。 两人相拥在一起的情景被小石头看见。 小石头决定抛下李默然,独自出行。 小石头离开后,一个刺客冲了进来,与李默然厮杀了一阵。 刺客是颜小雨丈夫连环的手下,因为陈铁一。 连环虽在李默然面前保持着绅士风度,但暗地里早已起了杀心。 在教训了自己疑似红杏出墙的妻子后,连环吩咐陈铁一刺杀李默然。 李默然遇到陈铁一的截杀,与之拼斗,虽然逃脱但身受重伤。 但恰好被在水边有水的炫姬所救。 李默然在炫姬的家里养好了伤。 吃饭的间隙,炫姬收到了一封信。 信中说,炫姬救死的女儿被抓走。 李默然未报救命之恩,就想帮助炫姬。 看到信后,李默然才得知,原来花千数就是炫姬的救死。 而信里所说的就是花千数的女儿花银芝。 她被江湖人士所抓,以此逼出退隐江湖的花千数。 李默然决定前往营救花银芝。 炫姬剑子不由佩服李默然,于是赠予一剑。 此剑正是奇悟剑。 李默然持着奇悟剑救回了花银芝。 原来之前遇到的小石头就是花银芝。 而之前给炫姬写信的人正是之前的江湖白小生。 陈铁一找到白小生将她杀死。 因为她破坏了连环的计划,就抓走花银芝逼出花千数的幕后主使正是连环。 为的就是得到奇悟和寒星。 花银芝带着李默然一起回到家中。 李默然终于如愿以偿地见到了花千数。 并且成功与花千数定下三天后鄙视剑法的约定。 花银芝早已对李默然方心暗许, 可她却认为李默然并不是真心待她, 而是与那些江湖人士无差, 只是想借自己父亲天下第一剑客的名分来出名。 三天之后,花千数和李默然的比试两人点到极致。 而是与那些独立的一门 家忽宮 最终 以花千树胸口中了一箭 轻伤收尾 花千树在家养伤的时候 陈铁一趁着花银芝和炫气不在花千树的旁边偷袭得手 在花千树胸口的旧伤上刺了一箭 杀死了花千树 并且夺走了寒星剑 看到尸体的花银芝则认为是李莫然的原因 导致自己父亲的生死 花银芝决定为自己的父亲报仇 并且赶走了炫气 他觉得花千树的死炫气也脱不了干系 是帮凶 花千树的死让回到家的炫气也生无可恋 在同李莫然说完 花千树带病与他鄙视 而且现在已经生死之后 炫气刺进在花千树的灵牌前 李莫然骤然闻的噩耗 错愕不已 他深知自己刺伤花千树的那一箭绝不会要了他的命 他认为此事必有蹊跷 决定自发寻找真相 他来到花千树的葬里却遭到了花银芝的攻击 无论他怎么解释 花银芝都不相信 他始终认为 花千树是死于李莫然之手 画面转到莲环家里 莲环得到韩星剑后 春风得意 向炎小雨吐露了一些事 并且直言说 想要得到李莫然手中的奇物剑 担忧李莫然的炎小雨赶来 李正在为花千树守灵的李莫然会面 将自己听到的事告诉了他 在听到韩星剑在莲环手上 并且还想得到自己手中的奇物剑时 李莫然推断 花千树的死正是莲环嫁祸的 闻言 严小雨让他赶紧离开 不过李莫然决心想为花千树报仇 不肯独自逃离 决定守灵后就去找莲环 无奈之下 严小雨只得找到花银芝 向他解释说 他父亲不是李莫然所杀 还说韩星剑在自己丈夫莲环手里 奈何花银芝根本听不进去 而且赫言相向 还将严小雨送回了莲环府里 当天晚上 陈铁一来刺杀正在守灵的李莫然 在打斗了一番过后 陈铁一死在了莲环一心想要得到的奇物剑上 死前还紧紧握住插在肚子上的奇物剑说 莲环 我终于替你拿到奇物剑了 通过这句话 花银芝终于相信 韩星剑在莲环手中 并且也相信花千树的死是因为莲环 而不是李莫然所为 而此时的莲府 在得知自己的女人严小雨去找过李莫然后 莲环怒从兴起因爱生恨杀死了严小雨 第二天 李莫然和花银芝一同来到莲府 却看见莲环正坐在椅子上等待他们的到来 在听到陈铁一死于他们的手时 依旧优雅从容 并说 只要拿到奇物剑 不管是谁送来 都一样 看来 这个陈铁一这满腔热血终究是错付了 随后 李莫然赶紧让花银芝去找颜小雨 而自己则是留下来与莲环斗剑 经过艰苦的战斗后 两人都负了伤 莲环手持韩星剑 向手持奇物剑的李莫然冲来 剑尖对上剑刃 韩星剑从中劈开 连带着莲环一分为二 连带也死在了自己心心念念的奇物剑上 胜利的李莫然赶紧朝着莲府后院跑去 想找到颜小雨 但最后只找到了一具死亡多时的尸体 李莫然嚎啕大哭 花银芝也惭愧不已 因为颜小雨的死和她脱不了干系 故事的最后 李莫然独自走在江边 她来到山崖上 将这把江湖名剑 席物剑丢进了江里 为故事 画上一个句号 电影的结局并不完美 唯一活下来的 就只有李莫然和花银芝 这部来自三十多年前的电影 看完之后 也值得我们好好生死 在打印花铅数过后 李莫然对炫技说 怪说不得有人说 名利这东西 不过就是净花水月 我一直以来追求的 终于让我得到了 但也不过于如此 为了名利 为了名剑 天下江湖人趋之若鹜 最后得到了又怎样呢 不过是一场虚妄而已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分享到这 小伙伴们记得多多留言关注哟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